大家好,華記5月16日晚間直擊報道 今天很感謝網友打電話給銀龍仕頭婆K 14億人茶餐廳老闆娘就立刻打電話給我 華記有個網友送了一幅油畫給你很美 今天就立刻去拿 因為今天下午有個飯局招呼一些正常人 有些什麼正常商機在飯局探討 然後就趕著去支持何君堯那23條直播 因為23條立法是由沒有人支持 到有200多人網上簽名支持 以及透過街站支持23條立法 國家安全法 何君堯就說了這次梁君義出過92條 為附件三有機會 他說拭目以待 因為他說這次就不敢說得那麼死 因為上次郭歌法的時候就說肯定搞得定 誰不知就被人炒惡了 所以何君堯這次就比較陷促 好了 我們今天就很快高夫有幾宗新聞 先來第一宗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警監會的報告 就是過去十幾個月 有幾個月的黑暴 其實警察就經常被人誣衊 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很多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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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一些反對派人渣害 好了 我想說警監會的一千頁報告 就真的還了警察一個公道 還了警察一個公道 每一個事件都可以深入地探討 然後淺白地解釋出來 過去的831、721都會解釋得清清楚楚 但反對派當然是死雞撐飯蓋 特別是林卓廷和楊岳橋 你記得林卓廷昨天在鏡頭面前 就把警監局這份報告當中撕爛了 一點都不尊重法治 這個人還是以前廉署的低級精源 他就完全無法無天 完全是視法治為無物 而楊岳橋更加廢話連篇 帶三條消防佬出來 就誣衊831事件 說太子死幾多人 有幾條消防佬是假的 偽造的 現在警監會的報告已經是一清二楚 其實反對派就是不斷製造仇恨 根據鄧飛鄉島中學校長跟我說 他們不斷製造仇恨 才有能量、能量去破壞香港 所以警監會這份一千頁報告 是很細緻、非常好 要賺一賺警察還警察的公道 反對派人渣不用說 另外,梁君彥在立法會大會說了 就說會行92條 就給陳健波做內會的主席 那92條呢 其實92條出得 即是等於 我們國家安全法附件三 行23條都可以的 喂,你92條出得 這一單是誰說的? 閃師傅第一個說的 他熟讀議事規則 閃師傅很厲害 熟讀議事規則 將92條 即是類似有少少特權的法 就抽出來 然後梁君彥現在運用這條法例 明天星期一 就被陳健波做內會主席 應該會進行國歌法 過了國歌法 其實現在附件三上23條 都真的可以的 萬眾期待 香港幾百萬市民想立23條 接著呢 要說一下 反對派 他以前 游泡被琵琶半傘念傘 我們以前年輕人讀書的時候 琵琶行 轉軸撥言三兩聲 未成曲調才有情 其實他游泡被琵琶半傘念 就是染染癢癢癢的 做漢奸賣國賊 就鬼鬼祟祟的 現在不用了 立即看看 這個奸人熊 是說什麼 就是張超雄 我們這幫人 絕對是攬炒 所以我們就是想 搞亂社會 這個就是我們這些所謂 反對派的 最終的目標 我們就是想搞亂 在這裏如果投票反對 那就是攬炒了 那就是 令到整個社會運作不到 政府運作不到 甚至 第二 再另外一條線就是 當個財政預算案 如果是被否決的話 根據《基本法》 行政長官是可以解散立法會 我們再選擇回來 再否決這個預算案 行政長官都要下台 這個就是我們的陰謀 或者是陽謀 所以 我們這幫人 絕對是攬炒 所以我們就是想搞亂社會 將整個社會的最基本秩序全部破壞 這個就是我們這些所謂反對派的最終的目標 張超雄自己爆香口 張超雄吃了誠實豆沙包 誠實豆沙包 張超雄去片 但是我和他的辦事處 和社工總工會 我們商量過 我們本來 叫 禮拜一 社福界 出來暴動 不 對不起 出來 出來 好了 看完了張超雄 是不是覺得大家 上次他都快人心醒了 我出來暴動 那已經是說完了 現在簡直是浮了上面 免得跟你做假 接著看到肥佬黎 根本他就顛覆香港借外國勢力 不是我說的 立刻去片 肥佬黎 我很想CIA 我很想美國影響我們 我很想英國影響我們 我很想外國影響我們 為什麼呢 他們的支持是我們唯一能夠撐下去的 外國的勢力 是現在我們非常需要 讓我們撐下去的 好了 看完肥佬黎了 基本上 今天都說完了 就是你反對派 就是 在這裡要攬炒 要香港死 香港死 你才是拿到你的政治籌碼 這個就是張超雄說的 說明要搞亂你 肥佬黎也都親口開口 說是要靠英美的力量 來搞亂你香港 顯然易見 大家清楚明白 OK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最後就要講一下 李力池 被人砌山豬肉 這個楊建興記協主席 真是人渣 為什麼呢 話說 有一個香港記協 就叫楊建興 真是影衰姓楊 為什麼呢 這個楊建興呢 他昨天在Facebook 就看到李力池 他就說李力池 就指控他 哪位想做記者 就可以自己DIY 他吃著這句說話 親自去灣仔警署 被案報警 告李力池 如果記協是這麼高標準的 那個十三歲的年輕 偽造一張證 你應該第一時間去 澄清和去警署舉報 還有我們每一次呢 我自己親身去西洋賽街 看到他們呢 就是那些暴徒呢 就同一時間穿反光衣 還有呢 會換衣服換做黑衣 其實暴徒就是這一班 穿反光衣的人 是人都可以申請假記者證 即是記者證 怎麼說是假呢 就是因為完全是沒有認受性 隨便有個網站 有個BR就可以申請到記者證 根本是人渣垃圾到不得了 現在就先說 理事論事先 即是說回李力池的事先 他就說 李力池就說 誰想做記者證 可以自己DIY DIY的意思呢 我的理解就是 DRIVE INTO YELLOW 即是誰想做記者 你可以自己潛入去黃絲那裡 因為每一次抗議遊行示威 都是那些人潛入去那些藝記者 所以其實DIY 就是DRIVE INTO YELLOW 我英文是很差的 也可以說 DRIVE IN YELLOW 即是誰想做記者 就死去黃絲堆那裡 哪位想做記者 自己就可以DRIVE IN YELLOW 亦都可以DANGEROUS IN YELLOW 亦都可以 或者 哪位想做記者 可以自己 Daddy is yawning 即是父親在劫口 哪位想做記者 可以自己 父親在劫口 還有一個 哪位想做記者 自己可以DIY 就是Diana is yawning 其實這幾句話 就是解釋DIY DIY DRIVE INTO YELLOW DIY IN YELLOW DANGEROUS IS YELLOW Daddy is yawning 或者 Diana is yawning DIY就是這樣解釋 我不知道楊見興是怎樣理解 所以我覺得你歷詞都沒事 放心 好,今天 就要支持一下李導演 其實這群反對派人渣 已經是 強奴之末 沒有貨賣 這些 養見興之流 什麼記協 完全是垃圾 多謝 大家好 華記 怎樣才可以擁有快樂 你必須要具備三個元素 你要有健康 你要有時間 和有財富 其實這三個元素都不簡單 你必定要人生規劃 你需要透過投資增值和學習 香港人專投自負 大家想財務自由 海外置業的 你可以在這條link找到資料 我們這個WhatsApp可以報名 我是華記 多謝大家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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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